Folkswagen 在 Versace 國判加年華會中 發表了史上最強的 GTI Golf GTI-4S 並且公布它在紐柏林北賽道所創下的新紀錄 7分49秒21 打敗了由 Honda Civic Type R 所創下的7分50秒 成為新任的紐柏林最速前驅車 這款奪得前驅車之王的新車 它同樣搭載2.0升直列四缸污輪引擎 不過經過調校之後 這顆引擎它可以發揮310匹的最大馬力 以及38.76公斤米的扭力 搭配全車輕量化讓車重只有1285公斤 讓這台車從0-100公斤加速只要5.8秒 最高級速則有265公里 除了底盤跟動力的調校以外 在行車電控模式中 還有獨特的紐柏林賽道設定模式 它完全會針對電子懸吊 引擎出力 方向盤回饋力道 排氣聲浪等部分進行改變 完全就是針對紐柏林賽道奔馳來做的設定 那麼為何大家都要執著於挑戰紐柏林賽道 紐柏林北賽道它擁有一個極特殊的特性 就是這個賽道它全長20公里 它包含了各種坡度還有各種彎道種類 是非常適合作為一個新車測試的場地 而且它還是一個封閉的賽道 所以呢各家車廠都會在這邊來測試自駕性能車 甚至是一般的量產車 那既然有測試 當然也就會有單圈成績 那麼這樣的單圈成績 大家彼此之間互相比較 就如同各家新車的性能高低之分 所以很多車廠 他們都會定期去挑戰 甚至想辦法去突破自己的成績 以量產車的競爭當中 前驅車雖然速度不像後驅車 或者是四驅車這麼快 但是競爭也相當的激烈 從數年前的八分關卡 一直到去年 由Honda Civic Type R 所創下的七分五十秒的驅機 到本次由福斯拿下的前驅車最速記錄 又可以維持多久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